這位男子都被抓到邊騎車邊玩精靈寶可夢 嘴巴還在狡辯沒有玩 但也只能把一張1000元的罰單吞下去 集診署統計6號跟7號就已經有349張罰單 因為駕駛邊玩寶可夢邊開車或者騎車而開出去 因為玩家不能邊開車邊玩寶可夢 現在也有計程車隊推出了寶可夢爆車服務 其實駭哥我想要去抓寶可夢 好 那我們就往人潮比較多的景點去囉 不知道哪裡有稀有寶可夢沒關係 問獎帶你去抓 我買這個軟體來服務給客人這樣子可以參考用 車隊這樣的專車服務一個小時400元 事先打電話預約叫車或是路邊攔車 司機願意罵賽 建議他在上下班的時間 在車速低於30公里以下 他就會記入在那個負擔模式的公民數裡面 那他的蛋就會被浮出來了 不過封寶可夢可要注意了 台鐵售票口上跑馬燈不斷提示 只要進入閘門站內 連遊戲都不能打開 高鐵月台 藝術館像是故宮室內展區 奇美博物館 新北市的藝文館設同樣公告禁止 甚至是總統府花園內 以及軍事管制區也都不行 其中故宮還要求遊戲廠商移出展廳內的補給站和精靈 就是希望不要影響到其他欣賞藝術品的客人 甚至不小心弄壞展覽品 陪都陪不完 有一點TV 武昌漢 葉偉城 台北報導